来到Coding Disney 在本节我们首先聚焦于一道亚马逊的算法面试题 我们通过分析这道题呢 复盘它的解题情景 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 算法面试所应该具备的应对步骤 并从中窥探出成功的算法面试 它的路程应该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题目如下 给定一家公司在40日内的股票走势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了他每天交易的最高价 最低价以及开盘价 假定你作为交易员 必须在股票开盘的时候 做出买入或卖出的决定 你负责设计一个算法来决定 买入和卖出的策略 使得交易获得最高的利润 也就是说从题目中来说 已经给定了40日内的三种数据信息 它们分别是最高价 最低价和开盘价 那么根据给定的信息呢 通过分析给定的信息数据 得到一个最佳策略 那么获取最佳策略啊 最优质啊 最大质啊 最小质啊 始终是算法面试题中 最常出现的一种情况 我们看一看 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拿到题目之后 我们一般来说 不能急急忙忙的去动手写代码 首先要做的第一步 是要搞清楚提议 例如你要向面试官问清楚 股票价格的数据格式 它是存储在数族中 对列中 还是以某种格式存储在文件中 所以第一 你要跟面试官交流 交流的话 就是要跟他进行询问一些信息 从而搞清楚提议 消除提议中的一些不确定的信息 提议中的不确定信息 会误导我们的思考和决策 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带来额外的困难 所以跟面试官交流 弄清楚提议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通过以面试官的交流 它有好几种好处 一是我们要理清楚题目的真实内容 去掉模糊不清的地方 为我们后面的设计和思考提供帮助 第二点是向面试官传达出 我们心思甚密的特点 那么假定我们的数据输入格式是整形数组 那么分别是我们以三个大选证母来解写 分别是L H和S 那么L就是L H就是High S就是表示的是开盘价 他们就分别代表从这个题目中的开始 开始某个阶段开始到结束那一天的最高价 最低价最高价以及开盘价 由于题目的要求股票必须在开盘时做出交易 因此我们在这里面那么就只需要考虑这个S数组提供的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一开始的话 一开始看的话可能如果我们拿到题目的话 最通常我们得我们自己产生的反应是没什么思路 于是倾向于认为只要把S数组中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返回就可以了 这一般来说我们开头的第一反应有可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想法做一些小用力的测试 那么给定一个具体的用力 例如这种情况 S的数值情况是1487一种 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里面最大的值是10 最小值是3 于是我们的算法就会返回是7 等于10 7就是10减3的差 如果我们一开始这么想的时候 检测一下就这么做的话 我们慢慢想一想 其实这么做是违反提议要求的 因为提议要求 我们必须买入才能够卖出 由于10排在3的前面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10块钱买入 3块钱卖出 因此我们得到最后的利润实际上是-7 所以我们这么算呢 其实是亏损的最大化的情况 因此这么做是不符合提议的 那么冷静下来了之后 再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 这种思路呢 我们称重称为暴力枚举法 那么对于大多数的算法题呢 通过一般来说 通过几个Fall的循环间套 都有可能得到最后的答案 当然通过几个Fall的循环间套 得到的这个算法的效率 肯定是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有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那么通过几个Fall循环间套 来解决问题的 我们在这里面简称为暴力枚举法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就任何一种可能的买进卖出组合 我们都可以假设 例如是第i天买入 第j天卖出 那么j必须是大于i的 我们就要计算Pij Pij的值就是我们的利润 也就是第i天买入 第j天卖出的利润 就等于sj减去si 我们计算所有的i追者组合 把最大的这个Pij记下来返回 那就可以了 于是我们有两个 我们接下来有这样的代码 大家注意看一下 在这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循环间套 一开始我们先把这个Profit 设置成一个最小值 然后接着是两个循环间套 第一个Fore形环间套 第二个是Fore形环间套 分别是对这个i和j进行循环 那么记录这个sj卖出 第j天卖出 第i天买入 他们所得的利润差 记录最大的一个 那么这个利润就是 符合提议要求的利润了 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那么有一个可行的方法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步骤 在设法面试中 就要给这个面试官去分析 算法的复杂度 我们看一下怎么分析 这里面这个算法的复杂度呢 我们假设s数主的长度为n 这个s.lens为n的话 那么外层的循环 这个fori的循环要走n次 内层循环要走的是n-i-1次 于是我们就要求和 对这个式子进行求和 求和了之后得到的是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式子 可以得到暴力为局法的算法复杂度 实际上是on的平方 因为这里面是n-1 乘以n是二分之n的平方 减n 那么我们取最高阶 所以是on的平方 那么除了分析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之外 我们还得分析它的空间复杂度 由于算法中只采用了几个局部变量 因此空间复杂度实际上是这个o1 于是我们这时候便有了一个时间复杂度是on的平方 空间复杂度是o1的一个可行的算法 但在面试算法题中 一般来说这种最直白的方法 肯定不是面试官要考察的点 那么因此我们需要在可行的办法之上 再去寻找一个在对原有的办法进行优化 看能不能够找到更好的效率更高的办法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深处的想一想 当s的长度足够大的时候 这个平方级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其实是蛮难接受的 那么另一种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 还有一种算法的设计模式 叫做分而置之 基本上来说就是把一个问题切成两半 两个小问题 分别解决掉两个小问题之后 把两个小问题的结果合在一起 变成最终问题的解 那么这种是分而置之办法的话 我们看怎么运用到这道题中呢 首先就是要把s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s的前半部 由0到2分之n的元素组成 另一部分就是s的后半部 由2分之n加1到n减1 后半部的元素组成 也就是说我们一刀把这个s数据切成了两 平均切成了两部分 然后分别计算前半部和后半部 交易的最大利润 接着选出两个结果中的利润最大值 我们看一下 如果s的这个交易的数据 类似下面这个例子 那么这样的话前半部 我们看到前半部的数据 就这四个是1234 那么四个数据 那么最多我们可以得到最佳的交易发案是第一天买入 那么成本价是一块钱 最后一天卖出 得到的这个交易价格是四块 最后我们得到的利润就是三块钱 就是四减一是三块钱 那么我们看看后半部的操作呢 后半部的数据是五六七九 那么最佳的交易是从第五天买入 那么成本价是五 最好的这卖出时机是最后一天 那么得到的这个交易价格是九 最后得到的利润是四块钱 是九块钱减去五块钱的这个差值 因此采用当前我们两者比对的话 目前来看采用后半部的交易 交易方案是当前的最好选择 但是这种分额制的办法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 就是一种跨界的情况 最大利润的实现可能的方案是 在前半部的某一天买入 在后半部的某一天卖出 如果是这种跨界的情况的话 那么能够实现最优的话 那只可能是在前半部价格最小的 价格最小值的那一天买入 在后半部价格最大值的那一天卖出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前半部 就是在第一天的时候买入 因为前半部中这个价格最低的是在第一天 那么成本是一块 那么卖出的话是在后半部的最后一天卖出 最后一天的交易价格是九 也是卖出价格最高的时候 于是最终得到的利润就是八块钱 也就是九减一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种第二种可行的办法 也就是通过分而自知的这种算法设计模式 得到了一种可行的办法 那么同样的得到一个办法之后 我们要给院士官分析的就是他的时间复杂度和算法复杂度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前半部要找到最小值 在后半部要找到最大值 我们一个循环就可以实现了 也就是我们循环第前半部得到最小值 然后循环一变第二部分得到最大值 两个循环合在一起就是便利一致数组 那么便利一致数组的话 它一个循环的时间复杂度是ON 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的算法的这个复杂度用一个函数TN来表示的话 那么因为我们把这个整个问题切成了两个小部分 那么每一个小部分也以同样的手段去解决 所以这个每一个小部分的 每一个小部分数据的量是二分之N 那么根据把这个二分之N带入到我们这个时间函数里面的话 就是T里面这个参数是二分之N 于是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算法的这个时间 表达式是这样的 TN等于两倍的这个T乘二分之N加上ON 这个ON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数组进行循环一次的时间复杂度 这个T的二分之N是对 由于我们把这个问题切成了两个对等的小问题 两个对等的小问题要解决的话 它的时间就是T的二分之N 由于要解决两个小问题 所以这里面要乘以二 最后得到我们算法的复杂度是这个 这个算式的描述是这样的 面对那么根据这种格式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 这种格式得到了这个TN 它的解就是N乘以LODN 那么这个解是怎么得到的 大家如果去看过基础的算法数据结构的话 那么对这个式子的计算应该不会很难 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得到这个式子 我们根据这个式子对应的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是N乘以LODN N乘以LODN就比我们上一个方法 ON的平方需要改进了一个级别 同时我们这个方法也没有分配新的内存空间 所以它的空间复杂度仍然是OE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时间复杂度为OO的N乘以LODN 和空间复杂度为OE的一个可行算法 那么这个分而自制的算法将我比我们原来那个暴力美举法 就是两个for循环间套的算法 它的效率就提高了很多 但是它的实现有一点问题呢 就是它需要考虑不少边界条件 对边界条件的考虑是算法面试中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考察点 很多面试很多这个候选人呢 就是对这个边界条件处理的出之大意 或是忽略了对边界条件的处理 所以被刷下来的 很多候选人基本上算法都给出来了 但就是这个边界条件没有细心的去处理 从而暴露了它的一些技术特技术弱点 这样就被这个面试观点刷掉了 所以这个边界条件在后面也是我们要着重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这里面我们份额自制的时候需要考虑不少边界条件 比如数组是空数组的时候 数组是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数组中的元素就以这个降续排列的时候 那么这些边界条件都是我们在这个对这个数组进行切分的时候需要详细考虑的 如果说是空数组或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我们不仔细考虑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代码中写出一个容易崩溃的代码 所以必须要对这些边界做一个仔细的考量 如果你的编码技能是非常熟练的话 比较熟练的话 那么这个分额自制算法的实现写下来一般也就是20到30分钟 那么前15分钟我们要找到这种办法 剩下的20到30分钟呢就要把这个算法实现 剩下的时间呢就是要给面试官分析和讲解你的想法 那么这样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OK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这个算法面试的一个大概流程 那么如果你能够想到分额自制的办法的话 其实这道题的面试应该有可能是可以通过的 但是想一想 那么我们还不能能不能在这个方法之上再进行改进呢 再对它的效率进行改进呢 我们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 上面这种第二种办法对跨界情况的处理 我们是能够得到一些提示的 假定我们最佳的交易方案是第N贴卖出 那么这个N是个变量 那么很显然买入的时机就是必须在前N减一天价格最低的时候 对吧 也就是说在S0到N减一里面最小值的时候要买入 我们把S0的N减一中的最小值记住是一个mini S0的N减一 那么最大的利润实际上就是SN 就是在当第N贴卖出的价格再减去前0到N减一天 我们最低价买入时的那个价格 那么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利润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N从1到这个大N这个循环一次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这个Profit的值 我们把这个最大的这个Profit的值给记录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利润最大化的值了 那么这么做的话我们这个数据的便利只要循环一次就足够了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好的算法 其时间复杂度是这个ON 因为我们只循环一次嘛 这样的话ON的话我们就比这里这个时间复杂度ON的LogN又就又提高了一个等级 同时在这里面呢我们又没有这个相应的在这里面我们又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空间开销 所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复杂度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在第三不改键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更好的算法 那么大家如果能够想到这个算法的话实际上这个面试基本上就可以通过了 因为第三种算法它的逻辑很简单描述起来也很容易 所以如果想到第三种方法的话这个面试通这个算法面试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从上面的解题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次面试大概是45到60分钟 你需要根据给定的问题然后去分析问题最终设计算法 然后编码实现编码了之后还要接着测试代码也就是基本上看我们写的代码有没有一些明显的错误 然后分析复杂度总结来说在成功的面试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或展现以下几方面的特质 第一就是我们要有将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进行抽象归纳的能力 第二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算法设计的能力 第三是较强的编码能力能将算法实现为可行的代码 那么第三点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我们开发人员的工程能力 第四是对算法进行复杂度分析的能力 那么主要体现这几点这几点做到了 那么面试的成功率基本上就很大了 大家或许可以体会得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要展现上面这几种能力还是比较困难的 很多情况下第二步就会将我们卡死 那么在比较大的压力之下保持头脑清洗 并快速分析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因此要提高面试成功率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在平时注意培养基领算法的功底 同时注意培养和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 我们这个课程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不但要帮您提高算法设计和分析方面的能力 最重要的我们是通过分析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的 这些知名公司的算面试算法题 从而归纳出算面试算法题的特征 触及套路以及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从而我们能够实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一种优势 当对方的出手套路已经在我们的掌控和预料之下时 那么战胜他通过他的考核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OK 这是这一章我们要讲的一些内容 我们看看这一段的代码实现有没有 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刚才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一段这个面对的是我们这个 刚才这个算法面试题的这个代码实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一段代码 那么这个确定代我们大概设置是20天 也就是说我们有20个这个数组中有20个元素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这个max profit就是用来去计算这个 去这个类就装为用来计算这个 计算开盘价的买油和卖出所能获得的这个最大的利润 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先对这个数组随机负值20个随机的整形数组 然后再进行下面的计算max profit这个函数就会返回这个当前的最大值 这个n就是刚才我们在题目道题上的这个n 我们这里面提到了这个n 这个n所以它是一个变量 我们假设是n天卖出这个n的结果就是这个n的变量对应的就是数组中s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对应的下标 因为我们如果说s有20个元素的话也就是20天的交易价格 我们随时都可以在20天中的某一天卖出 然后卖出的前这么多天里面的某一天给买入 我们这个算法就是模拟我们这里面的我们这里面代码就实现了我们这里面元素的算法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设计是第n天卖出 第n天卖出的话我们就要记录前n-1天的这些元素中的一个最小值 记录最小值之后我们用这个卖出的价格一减 卖出的这个价格一减减掉这个这个mini price就是前n-1天的最小价格 那么在这个最小价格这时候买入 然后在这个第n天卖出 我们得到的这个差值看一下是不是最大的是最大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最终记录下来最终把这个最大的这一个价格相应的天数和它的利润给输出 OK大家看一下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那然后代码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OK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在第四天买入 第四零一二三四 那么第四天买入的价格是3块钱 在第十八天卖出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卖出18天是98 那么98-3得到的最大的利润是95 OK大家到时候拿到代码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确实也只有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的算法复杂度是欧文 OK这是我们第一节的主要内容 主要给大家分析了一道这个亚马逊的算法面试题 然后把整个情景给大家复盘一下 让大家心中有数 那么在后面我们会对这个面试算法中的各个技术特点 各个技术要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课程 欢迎大家来到Cody迪士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